好 回到非凡古日现场 上有锅盖 下有铁板 今天还是撑不开 不过终于好像今天看到了SOHO 但是都是台积电的贡献 对 然后很多的投资人在看这几天 导播路口可能把它拉近一点 台股已经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连续五天都收了一个黑K棒 今天还留着一个 看起来很像墓碑线的内容 所以很多的投资人就会担心 这是不是台股 是不是接下来大势不妙的 不只台股 台股不只大盘 台湾的第二大权重股 最近也很多人讲说 红海怎么了 你看红海最近的股价 从原本的221 一路的原本以为200块会有一个支撑 结果200块破了 原本以为1900会有个支撑 1900也再破了 今天是收在188.5元 然后也会很担心 红海是不是生病了 红海是不是该 应该说该去担心 他接下来的走势 针对上述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其实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有这种的观点 你这是了解投资人 对啊 红海我不敢在伤口撒盐 但是你了解投资人其实很焦虑 很焦虑 如果你会焦虑 那其实就代表 其实你的基本功没有做好 是 那如果你会对大盘这段时间的一个稍微震荡一点 然后你就会焦虑 那就代表你的功课没有做好 那如果你的基本功一直没有做好 你的功课一直没有做好 我唯一给你的建议 就是不要投资台股了 因为台股对你来讲太危险了 因为你永远用错的方式去看待股票市场的波动 那投资的市场中我们要看的是价值 而不是看价格 那每天价格的波动 没有办法提供我们判断的重要的依据 提供我们智慧 只有价值这件事情 这家公司值多少钱 台股值多少钱 才会真正回归到正本清源之道 那最近的台股这样跌 其实我们真的不觉得有任何的一个意外 因为其实我们在三个月前 大家还记得我在上明确姐的节目 就是在2024年的9月19号 在已经三个月前 大概快三个月前了 那时候其实我们从几个面向 其实就告诉大家要有个心理的准备 这个心理的准备叫做大盘 至少休息会少折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那多折甚至我不排除需要六个月以上的时间 然后在这段时间 投资人的投资的策略叫做五个字 叫做存股等变天 存股等变天 所以如果你从日线的角度来看 你会觉得最近大盘好像有一点落落的 但是大家如果从周线的角度来看 我们导播才看今年以来台股的周线 周线来瞧瞧 今年以来台股的周线 你看很明显 今年以来台股上半年移入了从17000点 走升到24416点 当许多的投资人在开始为它锦上添花 认为台股有机会一股作气 攻上一个更高的价位的时候 台股就开始进入到接下来的一个横盘整理 在横盘整理的过程中 我们这边有特别提到 大概在九月份的时候 其实我就已经从几个面向来看 接下来的台股应该要开始进入到一个整理的阶段 那这个整理也很正常 就是毕竟台股上半年已经涨成这样了 已经从17000点涨到24000 那你会期 我不知道为什么投资人会有期待 有这种错误的期待 无人知境 会认为股市会涨不停 我觉得这不知道是谁给你这样的期待 导播我们再看鸿海 鸿海也是一样 从今年以来的周线图 他已经从100块涨到234 已经涨一倍上去了 然后我不知道有谁给投资人这样的期待 认为一档即使是好的公司 他会不断的涨不停 他好像不需要休息 这样是两倍了 对 一倍啦 一倍多 一百多%这样子 然后所以他这段时间开始进入休息的过程 其实在休息的过程中 其实就整个的 我觉得就投资的角度来讲是很正常 因为不可能他永远涨不停 他一定需要休息 就是休息都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所以我觉得投资人真的不要太过短视尽力 我看到很多投资人在股票上涨中伤痕累累 关键的原因就是太过短视尽力 有一个人只看这种每天几天的这种跌幅 你不去看整个的大格局 基本上格局确认了 你会对台股基本上会有一番的定见 好 那重新回来 其实我们刚才有特别提到说 在9月份的时候有提到说 台股开始需要经历过休息至少三个月 然后存股等变天的过程 当时其实我们从三个面下来提出看法 第一个就是台股已经合理反映 它基本面该有的指数的位阶 那我们当时是用这个 就是台股其实有机会在今年较2023年 涨28%的情况之下 然后去年收在17930 所以17930乘上1.284 得出这个23022 这个大概是2024年台股 合理反映企业价值该有的一个指数的位阶 那这个指数的位阶来自于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来自于台湾企业获利的提升 那因为我们这个企业的获利 因为AI的订单的加持 跟去年同期相比 大概会成长到两成左右 那另外本益比也因为联准会有可能会降息4码 所以造成本益比提升的一个效果 所以获利上升了两成 然后本益比又因为联准会降息4码 然后所导致的本益比的提升 所以导致我们算出了这个23022的指数位阶 那这个指数位阶大概就是符合台湾企业 目前的获利的条件之下 所该有的一个基本面的指数的位阶 所以台湾来到这个位置基本上就已经涨完了 那当然未来有没有机会再往上一层楼 当然我们后面会来跟大家解释 那除了这个理由之外 还有第二个理由其实是 我们最近有观察台湾呈现均线多头排列的加速 其实是不断的在走跌 那这个均线多头排列加速是包含的月线季线半线跟年线 这四条均线 那一路从9月6号的367家 这个资料在今年上半年6月份的时候 还有700多家 然后就一路的往下快速的跌 9月6号来到367家 然后到10月18号322 然后11月1号308 11月8号297 然后11月15号277 11月22号240 然后11月29号220 然后12月6号210 那这个其实这个呈现均线多头排列加速 不断的在往下走跌 就代表这一波的台股 在上涨的过程中是会比较虚一点 既然如果结构虚一点 那就需要好好补一下 那补一下就需要休息一下 那所以整个台股这个均线 呈现多头排列的加速 不断持续走跌的过程中 其实是比较不利于台股 可以出现像上半年 这样子金金涨的行情 那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就是台股的月KD指标 我们来看一下月KD指标 其实已经悄悄的 在今年的7月份 在月KD 好我们来换一下KD 月KD 对你看在这个悄悄的 这个黄色的是月K 然后蓝色的是月低 然后在7月份的7月底的时候 其实已经悄悄的月KD跟月K 出现了高档的死亡交叉 那在死亡交叉的过程中 其实有两种比较有可能的发展 一种叫以盘待跌 第二种就是可能出现一些 比较大的回档修正 那8月初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回档修正 那回档完之后 然后就进入到这个以盘待跌的过程 所以目前看起来 如果你把格局放大 其实台股并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紧张 它基本上都还是在原本的这个规划中 跟架构中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走势的规划 所以接下来其实我觉得台股 还是继续的维持这个存股等变天的这个节奏 那变天会变到什么时候 我们看一下 按照我们原本的这个计算的方式 我们认为到2025年 其实台股其实是有机会 我们看下一页好了 下一页就是当这个联准会的降息 然后加上台湾企业的获利的提升 在2025年 其实台湾的指数位置是有机会来到28849 它计算的方式是2023年的17930乘上1.609 那这1.609怎么来的 其实是来自于2025年的获利会叫2023年成长 大概快到四成 然后另外联准会如果假设降息8码情况下 本益比会从10倍上升到11.497 所以14乘上11.497会得出160.9 所以17930乘上1.609会得出28849 这是在先前我在明娟姐的节目中 对 也算过这个数字 也算过这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啊 这叫做合理 另外一个我们今天会带来的是可能 因为我发现最近怪怪的 在这个怪怪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进行了一个下一个调整 这可能的过程是啊 联准会可能在2025年不降息了 它累积就只是累积到2024年降息4码 就2025年开始不降了 有没有可能从很多的蛛丝马迹中 好像秀出了这个味道 川普政府嘛 对啊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过程中 如果2025年不降息了 就只2024年降完4码就不降了 那目标就会变了 那这个2025年14乘上10.7006得出149.8 那17930乘上1.498会得出26859 那如果当联组会如果明年不降息了 大概降4码就够了 那台股的这目标就会从原本的2万8下降到2万6千8 那这个目前这看起来好像跟很多外跟一些研究机构 在发表明年台股的目标 其实都一些不谋而合的一些状况 OK好就是合理跟可能 那以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 那2025年到底会不会再继续降息 这个是全球这些金融机构大家讨论的一个重点了 那时间关系我们留在下个阶段回来 哦还是AI AI的爆发力我们如何来掌握 待会来告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